英国原定的脱欧日期为3月29日 虽然获得了欧盟同意战时的延后脱欧期限 但是英国国内已经涌现了不愿意脱欧的声音 在国会两度的驳回首相梅伊的脱欧协议过后 英国民众选择在3月23日走上了街头 要求再一次的举行英国脱欧公投 反对退出欧盟的英国民众聚集在伦敦市中心游行 诉求举行第二次的脱欧公投 抗议民众有的忧心下一代活在没有办法自由出入欧盟国家的环境 会丧失便利和竞争力 因此选择走上了街头 也有民众在上次公投时 排复到法定的投票年龄 因此希望能够有再一次公投的机会 扭转英国国欧的命运 本次游行包括了工党籍的伦敦市长 沙迪克汉率领游行开头 工党义用华森 苏格兰首席大臣施特金 等人也都在集会上致辞 全力游戏冰与火之歌的女星 联纳海地 主持人温克曼等名人也出现在了游行队伍之中 主办方表示 参与的民众超过了百万人 虽然具体的人数难以计算 但是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如果确实有超过了百万人参加 那就和2003年呼吁停止出兵伊拉克的反战游行打停 都会是21世纪最多人参与的游行 而英国首相梅伊昨天才暗示 他两度地遭到国会否决脱欧协议 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持 下周可能就不会再次送请国会第三度表决 根据欧盟提出的条件 如果国会没有通过脱欧协议 英国必须在4月12日之前提出下一步的计划 在此同时 英国国会网站已经有430万人联署要求 撤回李斯本条约第50条 取消脱欧 但是梅伊曾经表示 他不会赞同撤回李斯本条约第50条 不赞成推翻第一次公投的结果 认为那会代表民主的挫败 民进电视记者李庆怡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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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